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歌颂了伟大的母爱 那我们一起来看一看吧 这首游子银写的是妈妈用手中的针线 为远行的儿子赶制身上的衣服 临行前妈妈一针针秘密的逢罪 怕的是儿子回来的晚衣服破损了 有谁敢说子女像小草那样微弱的孝心 能够报答得了像春天阳光般的慈母恩情呢 所以亲爱的孩子们 我们一定要好好的爱妈妈 小树妈妈 谢谢妈妈对我们的照顾 那现在我们再复习一次 游子银 游子银唐代梦娇 慈母手中线 游子身上衣 菱形秘密缝 一孔驰驰驰龟 水盐寸草心 抱得三春灰 我们今天的影片到这里 大家记得要抱抱妈妈 跟妈妈说我爱你 说母亲节快乐哦